现在这一款是超微小气泡的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它的安装跟一个操作 那么首先来这仪器的时候呢 我们会安装这个挂架 后面这里有三颗螺丝 我们的挂架的方向是这样子的 往外完生的 装好这个挂架之后 我们来对应的一一的操好这几个配件头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 这一个呢是气泡笔 气泡笔配有四个头 它有不同形状的四个头 这里最上面装一个安装的时候就直接拔出来 注意这个O型圈 我们配备有两个 装好O型圈之后把这个直接卡进去 把它漏液体就可以了 然后挂在这个位置 这个呢是眼部射屏 眼部射屏 我们看一下线 它是接在这个这外面 它是四星的 是四星的我们把它接好扭挺 顺时针把它扭挺 这一个是面部射屏 面部射屏头 这个同样的在中间位置把它扭挺 这个是超声波 这边扭挺 扭挺装好之后呢 现在我们呢开始跟这个仪器 这边是一个废水瓶 这边是一个废水瓶 这边是一个溶液的 那我们只要打开其中一个扭开 加入清水 或者是我们需要注入的一些营养液 把它稀释之后放在这里面 然后扭挺瓶盖 两边是同步的 两边是同步的 你看它的水位是一样高的 两边是同步的 那么最后面的故意 还有一个蓝色的 看一下我们这有个蓝色的 这是个调气阀 右边是调大 左边是扭小 右边是调大 左边是扭小 这是一个放水口 我们打开就放水 这个废水瓶里面的水就会放出来 好 那现在我们打开电源 开始操作 比如现在我先开始操作这个 这个气泡笔 气泡笔我们操作的时候 第一个点上点启动 我们在手笔上面 这个已经开始启动 看见这个里面有水平满了 这边的液体过去了 看见手上 这是一个操作 操作完这个的时候 我们可以根据这里调节它的这个大小 这个时间 我按关了 它这仪器就关了 那么这里 第二个 这是眼部的 一个 我们作用于眼部 有些去皱呢 这些 这一个呢 是面部的 发红光 我们作用于面部的 这一个 最后一个是发蓝光 它是做一个超声波导入的 那么在你按这些地方的时候 它都会有输出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的话 这第一个的话 是这个气泡笔的 我们可以注意到 它这里是有一个启动 启动之后的仪器开始工作 我们在后面那里进行调节 第二个的话是眼部的 它的能量在这里调节的 减小调节 同样的 这边几个都是同样的 一样的 是在这个位置调节 木肉的工作时间是半个小时 那么我们操作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里面的液体 就是每次使用的时候 你可以做多次使用 也可以做单次使用 然后这边就可以排除了 把这个清洁干净 这些都是可以扭出来的 但是注意不能 渗水到里面去了 不能渗水到里面去 这些 你要更换头的时候 就像刚才说的 我现在比如 我现在要换这个头 我就把它拔出来 更换成这个头 我们平常在操作的时候 如果是你要进行消毒的时候 一定要用那种 稀释的酒精 才能操作 不能用纯酒精操作 操作完了之后 我们现在开始 把电阳关闭 就OK了 我一定会把电阳关闭 一样的转发 那种手机